继续来关心地方的交通问题 苏澳五老坑风景区旁 通往军营跟住家的道路 在入口转弯处 时常有车辆撞到转角的护栏 发生危险 所以苏澳这名代表会主席欧敬益 今天就邀请相关单位会刊 希望可以将入口加大加宽 来维护行车安全 苏澳五老坑风景区入口旁的 这一条道路是通往内侧 入军五老坑营区 以及里面住家的唯一连外道 时常有军方大型车以及一般车辆进出 不过在转角处过载 车辆一不小心 就容易撞到转角的水泥护栏 发生危险 不断地向民意代表反映 为此今天这名代表会主席欧敬益 邀请了公所 县政府等相关单位来会刊 希望将入口加大加宽 让车辆转弯行驶更为顺畅 避免车祸的发生 每次都有这个 入军这有这个大型的车轮 要去海 那要去海 要去海 跟刚刚我们这边的八千 那刚刚有大型的车辆 在海 这些交通非常不便 当我们在里面有些避免八千 都在里面这边非常不便 所以在压压 我们相关单位 包括我们管车辆 也无论说 土地要给我们使用 要给我们使用 还要用这些土路 出去靠这个 跟一堆门锥这样 它確保我們內地所有基民 處於生產的安全 所在來說 內地很多基民 也有阿冰哥在這裡出現 這個樓口太多了 這個面積的所在來說是 標書都不能夠全面 所以來說 面積的來這裡來說 有的人找內地積 真不方便 這屬於我們代表會 拿來做這個樓這樣 這條樓長期來比較小 尤其是我們無家裡面 一些公共府也很很漂亮 在這時候 還沒有任何人的民眾 來這裡運動 在這裡運動 所以這條樓口這個問題 修織 清財 我們地方來民眾反應 非常不方便 他們說這個樓口 這個樓口 這個樓口 來跟幾位 設計好 來討論 對於這處路口的交通改善 將由公所來負責規劃 經費部分 則是在與縣政府來商談 希望早日做好改善 來確保行車安全 宜蘭新聞記者 十四名採訪報導 好